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逝世 多国领袖都亲自出席悼念活动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亲自前往日本驻法国大使馆 表达哀悼 韩国总统尹席月也在十二号下午四点左右 亲自前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致议 十二号这天 与日本同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印度 总理莫迪以我的朋友安倍先生为题 写下八百多字的文章悼念安倍 他表示 日本和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远见卓士者 而我也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 安倍晉三将狭窄的双边经济关系 转变为广泛而全面的经济关系 不仅涵盖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 也成为我们两国和区域安全的关键 莫迪指出 四方安全对话 东盟主导的论坛 印太创意 映日在印太地区的发展合作 都受益于他的贡献 五月才就任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 十一号也在推特发布照片 对安倍世事表达哀悼 他写道 安倍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全球领导人 也是澳洲的好朋友 他会非常想念 澳洲向安倍夫人 安倍先生的家人和日本人民 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我希望你和所有日本人 也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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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国家政协议 对安倍夫人 谈认 日本外相林芳正十二号 在记者会上透露 安倍世事后 已经收到来自两百五十九个国家 地区和机构 共一千七百多份慰问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其林综合报道